好 咱们开始来看课 那我们在上节课最后的时候呢 跟大家就说了 我们要去在这个地方 对于这个表单呢 要给你引入一个扩展 引入一个扩展的原因就在于说 这个地方这个表单的数据 现在因为是一个文件 所以呢这个文件我们自己处理不了 得由浏览器通过这个名字呢 去读取出来文件 然后呢也就是说 这个向后端发送的 这个对应的文件的数据呢 由浏览器帮助我们去做 但是一旦发送完成之后 我们想给它去补充回调函数 那这个回调函数呢 就得由我们自己来进行定义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 就要去通过这个插件 通过这个插件呢 来去发送这样一个表单数据 那通过这个插件 来发送表单数据的话 我们怎么去做呢 那首先还得一上来 先把浏览器默认的行为 给你阻止掉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先把这个浏览器的 对于这个表单的默认行为 阻止掉之后 我们自己来进行后管 那也就意味着说 还是相同的道理 应该是在页面一加载好 有了这么一个放表单之后 我就立即的把它 给你去添加相对的东西 所以呢应该对应的是 比如说就是Document You're ready You're ready之后呢 我在这里面去补充 相对应的函数 然后就是页面一加载好 我们要去做的工作呢 就是先把它给你找出来 是哪个表单呢 就是form Evator 这个表单 所以那是ID 所以呢把它拿过来 是这样的表单 这个表单当中的话 我们得首先给它什么东西呢 点滴提交的时候吧 得把它Submit 这跟之前是一样的 把它Submit呢 进行一下 注册一下函数 然后呢 拿到这个事件E 拿到这个事件E之后呢 我们通过E.prevent 去阻止它 这是跟我们之前讲的 是一模一样的 E.prevent 先来去阻止表单的默认行为 好 把它阻止 阻止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接下来 再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直接 自己去发送 这个表单的数据了 那发送表单数据的话 咱们怎么做呢 我们即不再是通过 这个Dollar.ar.jax.c.s 来发送了 因为我们说了 通过Dollar.ar.jax.c.s 当中里面有个data 这个属性 我们决定不了 所以咱们怎么去做呢 引入的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直接 对这个表单进行 一步提交 就相当于 它给这个表单呢 补充了一个函数 那我们得把这个表单拿过来 那此时拿这个表单的话 我可以怎么拿呢 可以通过这个this吧 Dollar.jax.c.s 怎么拿出来啊 拿出来的就是当前的 这个表单的项 然后呢 它里面 给它补充了一个叫做 ar.jax.c.s的submit 这个函数哪来的呢 这个函数就是底下的 这个插件 所给它补充了 所以相当于 利用这个插件呢 给它进行一步提交 这相当于是 使用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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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query.form.min.js的提供的 阿杰克斯 当中大家也要去接收参数 接收什么参数呢 这个参数的话 就跟我们之前自己去写完整形式的 之前自己去写完整形式的阿加克斯 里面所去传的那些个参数 是一模样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 也就是直接给他去补充一个对象 然后呢进行描述 然后描述的时候呢 这里面要去指明 你要去把它传送到哪呢 那么后组单对应的是API 里面的V1.0 然后呢再对应的是 咱们写的叫做 叫做users ever 要往这个路径上面来进行传递 所以回来是这个路径 然后呢对应的type请求方式呢 是post请求方式 然后呢还要去什么东西呢 再指明的话 你比如说描述的请求体的那个类型 以及请求体的这个data 通通的都不用我们指明了 原因就在于 这就是rxsubmit他帮我们做的 他会直接把表单数据呢 给你形成好 利用浏览器的工具 已经形成好之后 发送数据 根本就不用我们关心 我们做关心的 只要给他补充回调函数就可以了 所以呢在补充回调函数的时候 先去指明 后端给我传送过来数据呢 是json格式的 然后呢再来去补充 successsuccessess 去指明回调函数 按esp 这是我收到后端 所以你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在这个页面当中 刚才是否把那个action以及message给吸掉了 原来在于我在这里面已经指明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后端当中给我们的返回值呢 将对应的会有这些值了 所以呢咱们还来去处理一下特殊的东西 处理一个东西呢 就是关于这个状态为0的 咱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后端传完esp当中的这个error number 它是等于0的这样状态呢 表示的是上传成功 表示上传成功 那上传成功的话 那我们要做的工作 实际上应该是把谁呢 把我们回传过来的这个数据 给你设置到页面的地方展开吧 对吧 所以呢咱们要去设置页面 给它展示一下 那我首先把那个对应的链接地址拿过来 Avatar 然后呢对应的url 他是谁呢 是从Resp当中返回的值里面 然后呢这里面data属性 在里面的话不叫做iwater这个东西啊 把它拿过来 因为通通的都已经转换为这个gs里面的对象了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一级一级的拿出来 这个图像 图像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地址拿到之后 再回过来 去在这个页面当中进行设置吧 页面当中的话我们给它留在哪呢 就叫做一个use avatar 是不是设置它的属性就可以了 所以回回来 去设置一下这个属性 直接dollar里面的应该是写的是id吧 所以是警号 然后呢它里面的attr里面的source属性给你设置为刚才的这个值吧 去设置这个值 那设置完这个值呢实际上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在else的情况下是其他情况呀 else 其他情况下咱们直接alert一下 对应的isb里面的error message 好咱们把它補完了 補完之后呢 回过后来 咱们来进行一下相对应的测试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让后端呢去运行起来 后端运行 回过后来呢 咱们把这个页面 这个gs呢清一下 清一下保存 再来去重新刷新一下页面 重新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呢咱们去点击 相存一张图片 我们先来看一下source当中 在一个static gs里面的iPhone里面的profile 这里面 这是刚才咱们去写的东西 所以咱们直接 找一下 咱们是在零四当中 给大家测试的数据里面有 在iPhone里面的静态文件里面 有这个image 这里面有一个图像 咱们把它上传一下 然后呢点击这个上传 点击上传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在network当中 这里面实际上是有这样 但是你发现 我把它点开 它报的错误是400吧 代表的是又是csr 肯定没有吧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没有怎么做 是不是加那个hider就可以了 我们加hider就可以了 在这里面 hiders 补充这样值应该是 x-csrf token 这个值的话要从cookie里面拿 cookie的话这里就有啊 这个getcookie函数 那对应的是csrf这样的token的值 拿过来 好 这时候回来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在前段当中呢 咱们还得再来去清除一下 缓存 然后呢再重新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之后呢 看sauce当中 刚才这个地方 已经补上了 所以咱们再来去进行一下发送 打开 上传 这时候来看一下 这是不是已经上传完成了 也是从那个犀牛那边拿送过来的 这是关键点 这时候是关键点